第二 既然人的心很难不受诱惑 那需要怎样具体的解决这件事 避免常常受诱惑呢 保守己心 圣经里面有很多 让自己的心思常常默想神的话 包括当你有神的话和警醒祷告的时候 有一些邪恶的意念 心思邪恶的意念的时候 圣灵会提醒 有神的话做镜子做灯都光 所以黑暗记念的时候 他有反应 但是迟钝的话 来了也没反应 警笛也不想 也不知道那是罪等等 所以这个是很难告诉你 一加二三四一个方程式 具体的实践的程序 这个需要很多的功夫 至少你平时 你的心思常常留意 管理自己的心 用真理的带素气 我们心中要有真理的话 然后再也就是平时也留意自己的 管理自己的心 约束自己 保守自己的心 不是放任交给圣灵了 然后啥也不管了 而是圣灵 你交托给圣灵的同时 又学习神的话 圣灵常常借着神的话来光照 显明我里面动机一年的错 然后随时的悔改 不断的顺从圣灵 这样的话 渐渐的敏感敏锐 圣灵会提醒你 当然也不一定总是这么刚强 有的时候就有树林低谷 甚至有的时候就忘记警醒 这样的情况也有 所以什么时候发现自己错了 再重新回转到神的面前悔改 然后再恢复到那种 尽量活在被圣灵引导的那种光景当中 所以这是一生的 不是简单的一二三 这个简单的公式告诉你 就可以活出来的